今天是确实有点热啊 当然这出来的时间也恰好可能差不多是最热的时候吧 暂时多路,没得跑 今天的收获主要就是上午就一届课嘛 没有了兼职那边的小姑娘的话就西班牙语 西班牙语的终极的课程 还不错,讲了一有三分之二间的文化概论 然后讲了语法练习最后的当初和剩余的四个句子 四个句子的翻译最硬核的那一块 其实如果把那三分之二的课文时间用于语法这边的话 其实也还是几天语法没有任何问题 也就是说还是差不多相当于一天文化概论加一天语法练习的这么一个总体的个局 没有什么变化 算是完成了基本的要求 但是我是希望能够再稍微提速一点 比如说文化概论那边如果按照一对一这么跑的话 或者是一比一的比例 以前文化概论一篇这样走的话 这个文化概论真的是不知道讲到猴年满月去 一年是肯定完成的 肯定完成的 所以差不多一次要讲两天才算是比较良性的一个讲法 简单的说如果我的 比法练习册那边目前来说完成了四分之一 一共是四十篇 四十篇的话每次一篇 那么大概是完成了四分之一 目前是第十做完了 那 文化概论那边可没有四分之一 文化概论那边一共七个单元 目前第一个单元接近尾声 差不多七分之一 可能我能够自己骗自己一下 就是第一单元是最长的一个单元 或者是要需要花时间最长的单元 因为毕竟它难嘛 毕竟是一个 差不多可以上到第一级别的一个东西 甚至第二级别的东西 那并发难嘛 那对于学生来说 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有点慢的 会逐渐逐渐的加快一点 我也相信比如说到了一些 文字上稍微简单一点的篇幕里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走得更快一点 一次可以到两天 甚至于 也许以后我们可以一天 大概一次课 来三天就可以了 那就差不多 相当于飞奔的情况 总的来说这两个学生还是不错的 他们对这玩意儿的兴趣比较大 在一定程度上比我还大 一个是当初去了之后 去了西班牙之后 就对西班牙很感兴趣 很有好感 另外一个是前不久刚去了一趟西班牙 他感觉到自己学的这一通 是有用的 而且那边也确实是这么弄的 听起来也感觉是这么回事 所以对他来说 觉得又增加了他学这个玩意儿的兴趣 不是坏事 不是坏事 你遇到学生是认真的 这个对我来说 不能说是个坏事 哪怕我对西班牙没有那么的钟情 或者说 他也好 意大利也好 法国也好 我实在是分不出来一个 谁喜欢的更多一点之位 毕竟我还缺乏第一手的认知 也许去过这三个国家 你立刻就能够分出个三个酒来了 就好像 如果没去过缅甸和泰国 你说我更喜欢哪一个 我不可能说得出来 但是去过 缅甸没有泰国 这个老挝和泰国 去过老挝和泰国 那显然是泰国 这方面我觉得泰国都比老挝要好 缅甸的话也不能说我不想去 但是现在的话差不多在封口那边了 要真去那边的话 我估计也 在移民局那边又不好说话 上一次去过老挝都被移民局盘插成那个样子 插得跟孙子似的 这回要去母店呢 还不 他不会直接给我欠罚吧 我说搞得上次去老挝被移民局的人查的呀 我的天 老挝那边是非常欢迎你去 那边移民局入境的时候 脸色特别好看 但我们这边要出去 我的天 查的那简直都没尊严 说的话我是挺生气的当时 我觉得你这太不把公民权利当权利了吧 长这么大就没这么丢人过 或者没有被人侮辱成这个样子过 而且还是被自己人侮辱 当然从反过来说 积累素材的表情来说 现在也算是给自己积累一素材 虽然这素材 既不好说也不好听 现在是往安庭那边去 一会吃了饭之后 稍微整理一点东西 比方说 我的 我的 叫什么来着 我的 嗯 嗯 富尔其语那边应该也可以往前走一遍了 主要是因为我在油管上看的那个系列 它 要准备讲过去事态 那么我这边的话 理论上也应该开启过去事态的篇幕 这样就可以有一种直接的应用 相当于那边学的是一些 比较死板的 语法规则 最多有一两个理论 而这边的话 可以是一篇文章作为阅读 这还是不一样的体量 而且一旦开启了过去是 就基本上又解锁了一大片 这之前的话是读到了大概第六篇 还没有出现过去 至少用我的 现在所知道的被钉点 不是 富尔其语来说 我没看到前六篇有任何过去式的东西 也许是因为它有 但是我没看出来 但是显然从第七天开始 如果没记错的话 从第七天开始 过去是完了 我们开始学第二个大事态 昨晚上回去的时候 被我以前的西班牙语学生问起 说你是不是现在开始教这个 没有 还早点 现在挂出去这个就算有人抱 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做好上海上的准备了 好歹也得是吧 觉得自己能把前面对几篇说得清楚了 咱们再往后走 或者说才敢去开课 或者到时候 不好办呢 到时候把人先忽悠进来 只能是差不多赌 上海这边上额没那么快 毕竟的话 毕竟的话 我现在在上海这边发了那么多的活动 其实响应的人很少 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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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考虑先把东西发出来 因为实在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人来问 然后咱们再设定一个开课的 最少人数限制 比如说三个人 忘了三个人 三个人再说 有点赌的成分 但是我大概率觉得一个月之内是搞不定的 那这个我留出了一个月的时间 把前面几篇文章至少给它吃透了 好的 差不多到地方了 那这一段我会生存回放 然后重新投稿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到我的回放区 或者是去我的这些尝试平台去 看这段的一个回放内容 然后下午上完课之后吧 估计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可以带着各位出来再转一转 晚上回去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 行 下午见了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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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